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喜胆赛马频道 今天这条影片跟大家讲讲 6月10日星期日,沙田日赛的心水 到时就会采用私跑道 11场赛事,头场12点半开跑 九草两泥 喜欢片段的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 现金科式支持也可以 看完广告片也欢迎大家这么做 除了这个心水片段之外 也有一条影片讲雷神撤退香港的消息 记得密切留意 事不宜迟,讲一讲星期日的赛事心水 推介第三场 这只白鸿赛少傲非凡 上次五班沙田千四 竟然可以在沈拿夸下采用这个放头的战略 一直都是后上冲一段 但是竟然跑千四米的时候 可以省在前面 返回效果也不错 只是输一个头 希望他继续沿用这个战略 季尾的时候 五班赛事放在前面走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有时候走得快 好世界追不到就到了 所以继续推介这只少傲非凡 大家留意一下看他会不会可以开到齿 始终四岁买五班 应该就有点用的 未至于去到这么差的地步 再下来就是第四场 推介这只五号太金刚 这样 太金刚虽然急鬼已经是两分在手 但是近来的评分就回顺了一点 去到89分 也跟上次可以输他头的时候 差不多分手 始终千百米也是他最佳的路程 这次没了雷神也不怕 但是排着他一档 马小的场合也可以摄住主动点的位置 希望可以把握到机会 更多赢 赛前也继续有试集 继续保持状态 其余你非常坚的那些 就真的扭了 上次输成二十个马位 应该就交不到水准了 所以还是抗一些回顺了 分手 再有回旋能力的太金刚 也分头 我想也会有点在 就不会很热 可能到时候热在轻滑里 又说是大震撼的子字 在香港首席 比较多人关注 所以推介这些 有点赔掉了 希望到时候就有赔掉了 在这 再落第五场 推介2号马小鸟奥 上一次呢 上一次呢 在这个 李宝利跨下呢 就有点按钩 跟着这个 王俊那只 曼步速的 一旦 一旦起步 都竟然把握不到机会 跟着别人的屁股来跑 那就断送了一场 投马的机会了 那这次呢 转了潘顿的了 赔前呢 试了一阶 拍跳呢 也是 潘顿摸实的了 加了眼罩给他的 那已经摸清楚马性的了 到时呢 排着这个三档呢 希望可以把握到起步 不要再慢了 那就可以看回上次呢 那个起步呢 就有多么恶狗 之后的走势 李宝利 一档起步 推他出来 不能放 那好像那天 王俊那样 就开始hold 被外面呢 试多福 卖了难了 王俊你自己都试过 这样押住别人来跑 你竟然 刚刚六号的时候 在谷草呢 就做了李宝利的这种狠狗事 明明出来才拉下去 跟人马尾跑 那你哪有得赢啊 那你见着那只马呢 其实都不是说 走规有信的了 变了你被迫着跟人跑呢 那就被迫着那只马 一向我就走下去呢 已经是弹掉了你整... 几个马位 那你这边才开始打算追呢 就已经是无以为计了 外面还要凌华性格过来 搞到八尔也没有上次 其实萝素也是有不错支持 大热20多元 那被你搞到八尔也没有跑法呢 換人就肯定了 潘舵希望真的要... 是不是都要去的了 現在的馬要過雷神 畢竟都追到差一WIN就平手了 這些馬就沒得放過了 再來第八場推介 繼續是姚本輝 七紅馬,未影楊飛 都是加眼罩的了 換回田泰安就是贏馬拍檔 經過季初贏完之後 這隻馬就表現了一些徘徊 去到這個階段 可能真的要配備的轉變 有些新衝擊 上次貝偷美騎了兩劑 千萬不要寄望這麼多 貝偷美贏完巴基之聲 奪了筆掌金之後 又說走投了 看他還是沒心再玩下去了 最近這幾次賽事都是在等下班 所以換回下季有得玩的田泰安 這樣會比較好 試襲 也是田泰安親自試了 眼罩效果 拍跳也是一手包辦 所以這隻白檔起步 拆了兩組 因為三班1200米 這組對手不算太強了 希望可以憑著配備轉變 好像上個星期日 幸好都是加眼罩之牙 就立刻變身贏馬回來了 最後 近支藤雲推介了9場1號 上次潘頓騎著這隻 三連接的馬就頂了 初次3歲馬 什麼頂磅1,3,2磅 那就搞不定了 被人頂在外蝶上 回來 就真的站在那裡 這次呢 雖然都是排七檔 但是有個上次經驗 潘頓應該是比較精神的了 都說那句 這場是拆了組的 對手真的不算太強了 你看回同組的馬 全部都是比較新的馬 沒有說在三班 贏過什麼 所以這次呢 應該就會跟上次不同的了 上次輸給輝煌星 那些話畢竟都是三班贏者 所以呢 這次繼續用潘頓 給他多次機會 就OK的了 信多一次 應該就不會再像上次那樣 發揮有問題的 事關你 潘頓也是欠冠軍 去到這些時候 上次有過一次什麼重磅的經驗在手 就應該 可以再好一點的了 那天心水說了這麼多 另外有條片說這個 莫雷拉走投的消息 記住密切留意 祝大家好運了 好來吧